大家好,我是Tutu,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前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位视频博主 用超迷你的安卓机玩复古游戏 当时就很心动,也想入手一台 从预算几百,开始看各种推荐 结果看着看着,入手了一台三千多的 然而过了没多久,我又收到了另一款 性能更强劲的安卓游戏掌机 造舍的就不麦了嘛 那么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这台 Ianio推出的新款安卓游戏掌机Pocket S 在它推出之前,我这台入手不久 采用骁龙8Kin2的奥丁2 一直号称是复古游戏毕业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系列的芯片平台性能强劲 能够唱完PS2及以前的各种游戏 而复古游戏的总量是不会增加的 故而就宣告毕业了 但现在,这台今年首款搭载 骁龙8Kin3XKin2的Ianio Pocket S 它的处理器性能还要更强 几乎是专门为游戏而生 谁说毕业就不能再升级了呢 Pocket S有黑白两种配色 我拿到的是白色款 纯白的机身 让人眼前一亮 6寸无边框屏幕为主 与摇杆按键共构了很紧凑的布局 全面屏设计 高拓玻璃 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 会呈现出一种清透感 第二感受则是轻薄 整体扁平 只有扳机是突出的 尺寸在我已有的游戏掌机中 形成鲜明的对比 350g的重量 拿在手上 可以说毫无压力 这也让我有点惊讶 因为以前 我总会把一台机器的性能 与体积挂钩 但有的时候 我又会觉得 它好像有点过于轻薄了 以至于像是一台两侧加长 增加了手柄功能的手机 毕竟它和传统掌机的区别太大了 那总的来说 这台掌机 外形简约 配色清爽 整个辨识度还是挺高的 满分5分的话 大家给这样的造型打几分呢 作为一个掌上设备 手感还是很重要的 玻璃面板加背部的UV喷涂 是一种比较温润细腻的触感 从重量来说 显然属于轻量级选手 长时间手持也不会觉得累 这点对于掌机来说 是相当大的优势 但过于轻薄的机身 还是牺牲了一点手感 主要是手掌区域的接触部分 缺乏支撑 相比较之下 我还是更喜欢Steam Deck 或者奥丁2的握持感 然后我发现官方还推出了一个 人体工学保护壳 我比较期待它组装上去之后的手感 有用过的朋友 可以评论留言一下 按键方面采用的是Xbox的布局 相比较奥丁2 Pocket S是偏软一点的机械感 更加静音和平滑 摇感灵敏 但会觉得阻逆感较强 特别是左侧的 有点偏硬 整体的操作手感 还是比较舒适省力的 但由于布局过于紧凑 所以这种屏幕保护膜 最好不要贴 如果居中就会影响按键 最后受不了 主动丢弃 作为首款搭载骁龙8G3X跟2的游戏掌机 它的性能是非常常劲的 但这个芯片本身就是面向高性能掌机 游戏手机的面鞋设备开发的 根据官方的介绍 在30轮的持续测试下 从第5轮开始 相比较手机端 骁龙8G2 有非常大的提升 也就是说 可以解决持续游戏时候的降频问题 为了配合这样的高性能处理器 采用了低功耗高频内存 LPDDR5X 8533Mbit每秒 另外 它居然还支持WiFi7 这就成为了我的第一个WiFi7设备 但是目前 我家还没用上WiFi7的路由器 Ionel Pocket S有很多配置可供选择 最大可以选16G1TB的版本 我手上的这一款是最基础的1080P分辨率版 和其他几个版本相比 区别在于屏幕 存储组合 闪存 其余的核心硬件配置都是一样的 但要注意的一点是 128G的闪存和其他版本是不一样的 UFS3.1和4.0 差距还是有点明显的 其实128G的容量 对于一台游戏场机来说 显然是不够的 所以我还进行了扩展 花了570 购入了精造1T的TF卡 但要注意的是 TF卡的读取速度始终是不及闪存的 所以不太介意128G的版本 我平时很少接触安卓设备 就只是简单的跑来下分 我相信很多人存在一个疑问 一台安卓掌机和安卓手机平板 到底有多大的区别 从应用层面上来讲 除了不能打电话之外 貌似差异真的不大 不过我发现 好像安卓掌机 目前基本上用的都是原生安卓系统 我个人肯定是更喜欢原生系统的 可以不受限制的 安装许多安卓应用 而很多游戏都有安卓版本 在市场直接下载就可以玩了 就比如最近我在特斯拉车机上 发现的一个游戏 吸血鬼幸存者 同样的游戏 有实体按键和摇杆 玩起来的体验还是更好的 所以它和一台安卓手机最大的差异 还是在于有各种物理按键 这会极大程度的增加游戏体验 而网络游戏也有大量的选择 在玩王者荣耀 平安金这类MOVA游戏的时候 虽然可以调用掌机自身的按键 自定义来映射各种虚拟按键 一般正常操作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在设计到技能发动方向的时候 我就有点懵 不知道怎么设置了 一番体验下来之后 我觉得它好像更适合玩原神之类的游戏 左手方向 右手 视野和动作 操作起来非常丝滑 弥补了在手机上缺乏的按键手感 这种游玩体验确实很赞 回风而去 我觉得安卓掌机最大的特点就是玩各种复古游戏 之前买奥丁二的时候我就了解了怎么导入各个平台的ROM文件 安装不同的模拟器 但整个学习成本是真的挺高的 最后图方便 我是买的时候让卖家直接装好寄过来 不过IRNEW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就是自己做了一个游戏前端应用 整合了在线的游戏数据库 可以把它理解成天马记前端 但设置更简易 运行也更快 有了IRSPACE之后就可以无脑的把网上下载的游戏资源 直接拷到TF卡中 然后再在每个游戏平台分支下 手动指定文件夹的位置 这样它就会自动做好游戏内容的整理 包括更新海报简介之类的 并且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来展示自己的游戏内容 在打开一款游戏的时候 它还会检测是不是安装了必要的模拟器 如果没装 就会引导去软件市场下载 个别可能需要自己找APK 不过对于我这种小白来说 真的是很大程度的降低了门槛 在一次拷贝了500多个机的复古游戏之后 我有点懵 主要是游戏太多了 有点眼花缭乱 一时之间陷入了选择困难状态 毕竟从小到大 我都不算什么资深的游戏玩家 有些游戏平台因为年龄的原因 更是从未接触过 至今印象深刻的大概就是FC 介绍 爹子 爹子 PSP 所以对我来说复古游戏在线带给我的惊喜与感动没有那么强烈 这种怀旧感很快就被冲淡了 而有些游戏虽然我知道它很经典 但因为古老画质的原因 没有情怀的我反而有点玩不进去了 不过让我想起了 我在学生时代还是短暂拥有过一台PSP 为什么说短暂呢 因为当时买来没几天还没有摸熟就被偷了 而现在呢 多少还是给了我再续前缘的机会 另外我发现用模拟器玩复古游戏 居然也是支持多人的 当然如果想玩复古游戏 在小主机Windows掌机上都是可以玩的 而游戏手机加上手柄也是可以提供实体按键的手感 所以一开始我也在想安卓掌机是不是一种伪概念呢 但是当我入手奥丁2并且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我觉得这是一种将游戏性与便携性结合的很好的产品形态 并且它本身也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串流设备 完全具备串流所需要的机器性能 以及高速的无线网卡 所以我在串流玩一些PC游戏的时候 会觉得体验感拉满 甚至一时间会忘记是在一台安卓设备上玩PC游戏 在以前我会觉得串流玩游戏这种方式是缺乏实操可能性的 但现在完全不这么认为了 至于Switch游戏我也体验了一把 真的只是体验了一把 毕竟我也是有Switch的 但让我特别惊讶的是 现在的模拟器兼容性真的很强 个别游戏的模拟体验已经接近完美 不过个别游戏还是会出现贴图错误 偶尔弹出 我当然不推荐我任何盗版资源 只是从测试一个产品的性能而言 会觉得这个系列的安卓掌机得益于模拟器的兼容性 所以这方面的表现真的很不错 最后说说这台掌机存在的不足 散热 在高长度游戏一小时后 如果是游戏模式会明显感觉到发热 主要集中在左手承托位置和金属边框 如果火力全开 全速风扇模式 可以解决发热带来的游戏卡顿 感觉长时间重度游戏 还是只能开启全速风扇 才能勉强解决散热问题 OK 那么这一次关于 Ianio Pocket S的感受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